其實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關於我的頻道的問題 你們見到我的標題,我的頻道就要執行 這麼早搞什麼呢? 我是想跟大家說Merry Christmas 好喔 Fundid 呢 K 我今天這麼早的原因除了要跟大家說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之外 其實因為我約了一個朋友 他就要去Triston的Apple Store 其實因為我要找他幫我做些東西 所以我就要這麼早出發 其實我約了他9點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早呢 因為其實MELBURN的早上是超級失車 所以沒有辦法 我約他9點的話 我真的要7點就要出門了 反正 咦 等一下 我先寫一些音樂 TURN LEFT THEN AT THE END OF THE ROAD TURN RIGHT 因為反正我都要早起床 而且我還要不斷塞車 所以不如是這樣的 就帶大家跟我一起塞車 所以我現在就出發 其實在MELBURN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塞車情況是可以越來越嚴重的 大家是開始越來越鬥早出門口的 就是說其實基本上 你就算多早出門口的話 你也是不可能可以避開塞車的 是真的沒辦法的 如果早上你要搞點東西的話 這個上班的時間 TURN RIGHT THEN TURN LEFT 這個上班的時間 真的會塞車塞到爆的 那你見到啦 其實我家的Tristan 就不太遠的 20多公里而已 TURN LEFT THEN TAKE THE SECOND LEFT 但是因為塞車的緣故 是要塞一個多小時才去到的 沒有辦法啦 TURN LEFT THEN TAKE THE SECOND LEFT TURN LEFT THEN TAKE THE SECOND LEFT 又有車籠了 這個位置 又要丟 其實呢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我的頻道的問題 那你見到我的標題 就是我的頻道 就要倒閉了 其實這件事是搞什麼的呢 為什麼我說我的頻道就要倒閉了呢 其實當你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當然是十月二十四號啦 但是呢 這條影片當然又是預錄的啦 因為十月二十四號 沒錯啦 其實呢 我是在日本的 唉 我現在想到我將會在日本 我都笑出來 真的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真的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由於這條影片呢 都是預錄的 那其實呢 我也想說一下呢 其實呢 我呢 其實我的頻道呢 我是跟大多數的youtuber 其實我又不太想說自己做youtuber 因為其實youtube叫我們這些 會把影片丟上去youtube的人呢 叫做creator 那其實youtuber是一個統稱來啦 那其實不是每個youtube channel的人呢 都是自己做youtuber 因為有時候是創作的人 和youtuber是分開的 那creator和youtuber的 那些不同呢 我又不太想跟大家說得很仔細 因為其實是有點難的 那我為什麼會說我的頻道就快要倒閉呢 當然啦 你看到其實那麼少人訂閱 那個瀏覽量又不是那麼高 那倒閉是很正常的 那但是其實我不是想說這一點 因為youtube是不會把你的影片丟掉的 是要自己丟掉的 但是我不是想說我會丟掉我的影片 其實我是想跟大家說 是因為我的全貨快要用盡 那你看到其實我的影片是預拍的 其實大多數youtube的人都是 那我為什麼會說我的頻道快要倒閉呢 其實是因為這樣的 如果你有留意我一點點的話 或者可能你也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你不知道了 那我呢 差不多每一個星期七天 我是星期一至五都會拍一條影片的 但是呢 其實是多過一條影片的 那由於我的全貨呢 其實就是我已經上載上youtube的影片呢 就已經是差不多用盡的緣故呢 那所以呢 我的頻道呢 是需要休息的 那我就形容呢 這個是 倒閉 其實是因為休息 就不是倒閉 那其實我不是 那其實我不是很懶不拍片 而是呢 那些影片呢 有些是剪中 有些是未剪好 有些是 是 上載了上去 未是時候放出來 那既然我見到這樣的緣故呢 那不如是 我跟大家說 我休息好過啦 對不對 因為我免得 將些東西 特意要夾到很趕 或者是 我想將我的東西呢 變得很散的去出 那所以 既然是這樣的緣故 不如我 直接呢 我跟大家說 我休息吧 遲些會再開 是不是這樣叫 我不太知道應該怎麼去形容 那所以其實我不是真的倒閉 我是 暫時應該大約兩個星期 我不會維持我的每日出片 都不是每天 每逢星期一至五的出片 我暫時就會停住這兩個星期 那我遲些就會再出片 塞過幾小時的緣故呢 那大家麻煩陪陪陪我 那雖然呢 話就說大家陪陪陪我 但是其實呢 拍Youtube的人呢 是有一點點 就是 好像我這些 一般的一般人 是真的有點孤獨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根本上呢 我是自己和自己說話 因為現在沒有人在我旁邊 其實很多時候的情況 很多一般人的Youtuber 都是這樣的 他都是one man band 自己和自己說話 是真的 其實是 幾精神分裂的 我經常覺得這件事 但是 都會慢慢習慣的 那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都幾 自己 和自己說話的情況 是幾多 你可能覺得我孤獨 但是其實 我是挺享受這件事 我是挺享受自己 和自己 去 聊天 而且 因為這樣的緣故 是 而且因為這樣做 是一個 讓自己去 思考一些事情 我覺得 好了 我進入了 這個 塞車的黃金地段 那 這個位置 是應該有時間 沒辦法的 如果在Melbourne 住的話 你在哪個位置都是塞車的 真的 不能走 那 2018年 Melbourne 還說是 十大 最 什麼 十大 最好移居城市的 第二位 那 其實他是 嵐莊那幾年第一位 今年 是第一年 被人踢了第二位 那 其實 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有沒有真的在Melbourne 住 就是評分那些人 他們會覺得 Melbourne的基建 等等 很多東西 在這個 評分很高 但是 其實 如果你真的有住過 Melbourne的塞車問題 它是僅次於 Sidney 其實 為什麼會塞車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大家 無奈地 是要開車 其實如果你問我 火車巴士是準時 又不會有這麼多意外的話 我是 喜歡 特 火車巴士 去 上班 或者出門 做 所有的事情 你上班的時間已經很長 然後還要開一個多小時 上下都要開一個多小時 那其實是真的很痛苦 我現在這樣開發 不知道 我去到的時候 Gopo還有沒有電 因為我現在是用Gopo來拍 拍著自己 我還是要做 Ko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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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影片就到這裏了 我要找我的朋友 今天很曬 Ce you Le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